东海岸文教基金会举办2022回蓝染植物蓝染冯家课程 邀请到南投讨城自然社手作方工艺老师汤文君 在山岚游俗珍权力支持下 把流传百年的传统蓝染工艺带到吉安 也携手16位的学员 经过连续7个星期学习交流 完成16幅独具新艺花样缤纷的蓝染作品 只起到7月16号在浩克艺术春展出 欢迎乡亲把握机会前往西上 吉安乡后客艺术春吉野一文馆中挂满衣服服有美的蓝染作品 这是财团法人东海岸文教基金会所开办的 2022回蓝染植物蓝染冯扎成果展 特别邀请到南投草屯自然社手作坊工艺老师汤文君 在乡长游俗珍的全力支持下 牺手16位学员经过连续7周的学习交流 将流传百年的传统蓝染工艺带到吉安 我们这种艺术的种子应该往下扎根 而且要做民众普遍化 让他们认识 所以是做这样的工作 那蓝染它是一个工艺 但是它也是一种艺术 那我们讲就是说 艺术来自生活的体验 所以蓝染是最好 最好一种诠释 艺术级生活的一种作品 也是一种另外一种生活的艺术 透过一针一线层层堆叠的缝扎技法 学员们在布面上展开与蓝染色彩的对话 创作出变化万千的色彩与样式 并结合生活文创布品 将独树一职的染染风格融入日常 而现场也同时展出 花叶移印染特殊技法作品 让自然花草树木的纹路激励与布面交织呈现 这次的展览由我们东海岸基金会带来的一个展览 非常的精彩也非常的自然 尤其把我们的染染已经结合了服装 生活用具 甚至于是包包以及我们的抱枕等等的生活化 我们希望把握7月1号到7月16号 这样的一个时间前来观赏 我想每一件的手工艺都有它的独特 每一份的这个创作都有它的创意的元素在 所以请大家不要忘记 浩克艺术村我们的染染就在这里哦 为了感谢前乡公所对在地艺文产业的支持 东海岸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杨龙翔 也特别将一幅染染作品 《太平洋之恋》自证给相公所典藏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可以把握战期 从即日起至16号为止 都可以到浩克艺术村 观赏染染的工艺之美 记者徐立芹 简单相报导